二八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各大景點都出現了人潮 華蓮市區牛肉湯名店 營業時間還沒有到 門口就出現了長長的人籠 想喝一碗湯 排隊至少超過30分鐘 而在吉安慶修院 還有張家溯源 同樣一大早就吸引不少遊客 席家帶卷要體驗 置身在日本的愉快假期 大片牛肉一口吞下肚 鮮美可口 熱騰騰的牛肉湯 滿足老饕們的挑剔味蕾 牛肉青菜大火快炒 再配上香料加倍美味 一端上桌就讓人食指大動 花蓮市區的溫體牛肉湯 由台南原汁原味新鮮直送 吸引大批韜客大排长龙 不过花蓮的超人氣美食 可不是只有这一位 满满人潮从街头排到巷尾 为了要满足饥饿的五藏庙 游客们不为寒风 就是要好好大吃一顿 买了四样 都排队排很久吗 大概三十分钟 就算要排半小时也甘之如頤 花蓮小吃的魅力就是这么大 二二八廉假期间来自各地的游客 不约而同涌入花蓮 而除了美食 花蓮的景点人潮也超多 他吃不大 你要帮他拿出来了 哎呦人家是第一次嘛 虽然有点小树材 但还是有把小动物味的饱饱的啊 位于吉安乡的张家树园 环境优美清幽 有可爱动物可以喂食 还能够试穿和服 宛如一秒飞到日本 想说也可以跟男朋友一起来 又来体验穿和服 对对对 开心穿和服留下珍贵回忆 张家树园美食美景一样不缺 不只欢迎情侣出游 也适合一家大小出门踏青 而提到花蓮的日式风味 可不能忘了这里 古色古香的日式建筑 飘出浪漫的年代感 吉安庆修院在廉价首日 也让不少人前来朝圣 在花蓮就是空气好嘛 然后就是晒晒晴这样子啊 好生好水 古迹美食 花蓮的景点让游客们相当着迷 也成为228廉价民众出游的好去处 记者帐宣徐行华联报导